大家好呀,我是琪琪,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朋友最爱的早餐包,而且也是长期爸宝面包店前三的炒火的甜面包 那我们就开始做吧,所有的材料除了盐和黄油之外全部加入厨师机中 先低速混匀之后就可以调中高速,大概搅个10分钟左右 打至扩展阶段就可以加入软化的黄油了 最终打好的面团状态就是这种可以轻易的扯出大片的薄膜 面团也非常的有光泽感 面包先简单的发个三四十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后面我们还需要整形,边整形它也是边发酵的 这是我提前做好的红豆馅 如果想看制作方法的姐妹也可以给我扣波1 松弛好的面团均分成12份 简单的整形团圆 可以让它继续松弛10分钟左右再来擀 简单按压之后就把它擀开 也记得是中间厚四周薄 把馅儿包起来就可以了 直接捏起来也都是可以的 包好之后,按一下 继续发酵25-30分钟左右 然后刷上蛋液 撒上黑芝麻 之后就可以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摄氏度烤15分钟 圆鼓鼓胖嘟嘟的红豆包就做好了 超级的柔软的 还有满满的红豆香 自己做就主打一个配方 干净安心 孩子吃着呢也更健康 也希望你们会喜欢 欢迎大家交作药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